真的是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都有 那么这次检查的北京交警还发现了一张很熟悉的面孔 他是谁呢 在检查点民警发现一辆现代小客车司机有酒后驾车的嫌疑 经过现场检测 司机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03 属于醉酒驾车 等记者赶到交通大队的时候 发现这位醉酒司机正是著名影视演员吴京 据吴京说 他昨晚与朋友聚会时喝了三杯红酒 凌晨一点开车回家 不料就在倒车出门的档口碰上了夜茶的交警 喝酒我还叫司机来呢 我叫司机来接我 那保安说你挪一挪 你挪到门口去 挪了真的五米都不到啊 在被当场确定为醉酒驾车后 吴京对于交警的工作还是表现了充分配合 在事实确认无误后 昨天上午朝阳交警支队正式对吴京做出了行政拘留10天 暂扣驾驶证5个月 罚款1800元扣12分的决定 目前吴京已被正式移交给朝阳拘留所做进一步处理 summ入成2分接吴京农 1分接吴京农 2分接吴京农 20分接吴京农 判断